在這次的前瞻建設計畫 我們也希望說政府我們現在的政策 未來能夠更支持台灣更多的原創IP 未來能夠更支持台灣更多的原創IP 以及動畫的發展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的前瞻建設計畫 也特別預算裡面 那麼特別來支持ACG的一個整合性的發展計畫 那麼即將進展建設計畫 我們的預算也要上路了 所以希望政府能夠支持 我們相關的這些內容的產製 那一方面我們當然也希望促進民間更多的投資 讓我們的創意人才有更多發揮的機會 因為我們相信台灣有非常豐沛的創意跟人才 那麼也有很多好的故事 那其實需要更多的機會讓他們來發揮 那也就是像小貓巴克里 其實也在國際上引起非常大的迴響 那這一次這個片子裡面 我們知道除了小貓巴克里 這樣的一個角色 另外它的IP的原型 其實還融入了台南的街景等等 對 能夠透過讓台灣的故事 台灣的原創的角色 以及台灣的元素 透過這樣的說故事的方式 也能夠帶到國際舞台上 我覺得這就是一種文化的力量 所以我們政府未來不管在講補助跟同志 我們會希望更緊急促進台灣ICG動畫的發展